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雜記第五年的新建家具獎領 我們看一下肖像貨的細節 在G燈光下 抬起雙臂 然後是上揚的嘴角 或有感染力的效用 這應該是 不是那個爆彈嗎 不過爆彈好像裂開了 然後有一些黑色粉末 應該是硫磺什麼的 然後是整潔了一個演出服 背後的話有一道陰影啊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這邊有個黃色的五角星 是ID的一個呃 預告嗎還是什麼呢 不知道是啥 上面好像有點像兔子那個什麼兔子的耳朵 呃有點看不出來吧好吧 只能說有點像是彩蛋啥的 點擊翻轉號被博物澤留言 在最後的演出 哦這個可能是他最後演出的一個東西吧 因為他這個爆彈的話是一個 嗯破裂的一個東西 然後引爆了一場那個嗎 然後我們到歸宿裡面看一下吧 然後就在歸宿中的樣子 背後的印還是有點看不太清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是雜誌前景的一個興建動作獎勵 喧囂的話上架紀念商城了 大家如果有紀念代幣的話 可以到紀念商城裡面 依次把雜誌前景的一個獎勵先兌換了 然後就可以兌換這款興建動作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內容 我們下期視頻見 掰掰